日前天王周杰伦在中国西安进行演唱会,疑似因不满歌迷的灯牌遭到保安没收,当场对那名保安怒吼,你给我滚出去,霸气替粉丝护航后发现,这名保安竟然是中国公安,身份还是特警。 而中国公安也表示,不道歉就别想离开害的周杰伦立马发文,录影道歉,之后更轻负体育场指挥部递交致歉信,一个经微博官方认证的中国时评人表示,据过,当时他根本没想道歉。 这名中国时评人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就撰文表示,从西安公安那边初步的了解是周杰伦一开始根本没有要道歉的意思,而是一直到公安的负责人料狠话,不道歉别想离开。 后,周杰伦才在微博集灭火他还爆料该名被骂的公安竟然是特警支队副大队长,是一位资深老警察。 没想到竟在六万多人面前被周杰伦骂滚出去,再加上当时所有人欢呼叫好,让这名特警几乎要掉下男儿类,时评人更强调当事人以谅解纯属谣传。 对此周杰伦的唱片公司杰威尔指出,周杰伦道歉是出自于本自,从头到尾没人勉强他,至于网络上那些挑起事端的谣言则不方便多做回应。 虽然说,有钱就是可以大升点,但到了中国尤其是遇到这种有公权力的人,似乎还是小心为妙阿勉的像周杰伦这样成了一时英雄,之后还得道歉低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周杰伦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